结婚后夫妻避免吵架的三个方法 夫妻之间相爱容易,相处难 结婚后很少有夫妻不吵架的 哪怕感情再好,也逃不过吵架这件事 然而对于已婚的夫妻来说 不管吵架的结果是好是坏 他都深深伤害了两个人的感情 更影响了以后的幸福 所以为了避免夫妻吵架 应该多用以下三个方法去解决 把吵架从大化小,从小化大 一,理解与沟通 理解是一门学问,沟通是一门艺术 夫妻想要避免吵架 首先就要做到双方相互理解 其次再做到好好沟通 不要总是拿离婚 我早看透了你了,这日子不想过了 你去看看别人家的老公来说是 要知道不能理解和沟通的夫妻 总是会喜欢比较 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从而争吵不断 所以只有了解对方的想法 才能找到吵架解决的办法 毕竟对方是你最亲密的爱人 二,主动认输 很多人结婚后都是这样的 那就在外面的时候 不管面对的是朋友还是同事 发生了矛盾 总能耐下心来认真倾听 或者主动认错 但一回到家里去面对自己爱人的时候 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耐心倾听 都是一言不合就大吵大闹 好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 从来不会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 更不会主动认输 只想着我如何在这场吵架中获胜 可最后你吵赢了 却把感情吵淡了 所以我想夫妻吵架的时候 能够主动认输才是平息怒火的关键 虽然说了气势 但你赢回了感情 三,先讲情后讲力 如果夫妻吵架已经发生 这个时候就要先讲情再讲力 尤其是男人 不要一上来就给女人讲很多大道理 抓住对方的弱点 与之辩论 往往这个时候 女人根本听不进去 反而会火上浇油 把本来可以轻易解决的矛盾 无限放大 在我看来 与其跟对方讲道理 不如跟对方讲情 多想想你们之前为什么在一起 吵架时要多说 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最爱的人 为了我最爱的你 如果你不喜欢 我可以改 这样一说 对方就不会再跟你争论不休 而是就事论事 如果你做的对 他反而会感动 如果你做错了 他也会理解你的用心 总之先讲感情后讲理的夫妻 更能容易避免吵架 但也要记住 吵完架改正错误 只是因为知错就改的夫妻 才能平淡幸福一辈子 在这个年代 能好好过日子的夫妻 已经不多了 吵架也成了大家眼里 再正常不过的事 俗话说 小草一情 大草伤三 家合才能万四星 很多夫妻就算吵架和好了 心里或多或少 都会有层隔阂 不能再回到从前那样 所以要想避免吵架 还是需要夫妻两人 能够用这三个方法 好好冷静解决 并长期坚持下去 这样就不会轻易离婚了